主角受伤倒在了地上 反派拎着枪出来指着他 已经结束了 再见 主角惨叫一声 看来这次反派赢了 但主角突然又呻吟起来 他拉开外套 我穿了防弹衣 你告诉他干嘛呀 反派冷笑一声 但你肯定没有穿防弹裤 反派把枪对准了他的大腿 主角惨叫一声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铜臂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铜臂 他救了我 这是什么铜臂啊 傻逼吗 反派很不爽 下一枪直接对着主角的喉咙 主角惨叫一声 然后掏出了一个项链 是一个新型的照片盒 装着个芭比娃娃的照片 主角说 老婆谢谢你救了我 什么鬼项链还能挡子弹啊 还有你老婆是个娃娃 你是变态吗 反派冷笑一声 那这枪你就躲不过了 他把枪对准了主角的脑袋 扣动板机 果然没子弹了 反派说 每次都这样 一定打中那枪就没子弹了 但是反派突然拿出来一根铁球棒 这个就万无一失了 他开始暴揍主角 很快主角就挂了 但主角的眼睛突然变蓝了 然后 是关机的声音 然后主角又从后面走出来了 这是我的机器人 你机器人还怕个毛子弹啊 反派鼓起掌来说 你赢了 但我走之前 还想演奏一首音乐 你也太矫情了吧 然后他拿出了一根粉红色的笛子 你他们还挺可爱呢 这时候 不知道哪里响起了钢琴声 是谁这个伴奏给我滚出来 反派吹起了笛子 世界变得美好了 就连主角也露出了风骚的微笑 吹着吹着 他居然把主角给吹睡着了 你是吹了五个小时吗 然后 反派突然睁开一只眼睛 对着主角的脸吹出了一根针 原来你这是亚马逊的吹剑技术啊 眼看这根针就要射中主角 突然 一个男人跳起来 把针挡住了 主角立马醒了 抱起男人 大喊 哦 不对 哦 不对 你 哥哥说 你要替我活下去 然后就挂了 反派说 什么玩意儿 他恼羞成怒 又吹了一剑 又一个人跳起来挡了 反派说 差不多得了吧 他又吹 又被挡了 又吹 又被挡了 等等 这个家伙还比心呢 再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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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他妈不是录音室吗 结果反派吹得气喘吁吁 直不起腰了 一看 满地都是韩国人 但他最后又吹了一次 主角 中剑了 主角说 难道我不是主角 反派一看 高兴起来 难道我才是主角 这时候 突然又出来一个声音 不 你不是 这个神秘人站起来说 呆子二手车才是主角 原来这他妈又是个广告啊 滚